華林縣議會縣政總質詢 12日進入第四天 縣議員迪布斯依賴 針對原住民部落聚會所 因原物料上漲 導致建設經費不足 要求縣府盡速去爭取經費來解決 聚會所我在這個任期之內 大概在華林市跟新城鄉 跟擠安鄉提出了 總共24個聚會所的提案 那目前呢有完成的 或正在進行中的 或者是還在做土地的 新辦事業計畫的 那其實現在因為有幾個 聚會所已經拿到了一個建造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有的原物料都上漲 所以呢可能目前 1500萬左右的經費是不夠的 因此呢我是希望 縣府趕快去調整 所謂花東基金的這個額度 希望能夠再增加500萬左右 讓工程能夠順利的進行 此外他也針對縣長所提的 智慧城市國際接軌的施政方向 提出13項建言 今天還針對了縣長的施政報告 這個智慧城市跟這個 國際接軌的部分呢 提出了縣政建議 是三項的建議 可能就因為實際的關係呢 沒有辦法完全講清楚 但是我還特別針對了 原型處、農業處、文化局 來做的幾個大工程呢 來提出建議喔 包括了台灣原住民文化館的活化 還有就是封冰山海劇場 還有1.9億的光復的風雨計畫 陽光電程的原住民文創旗艦館的部分呢 都希望他們能夠在軟體的部分 能夠把這個所謂的工藝 把所謂的音樂 把所謂的市集跟美食都放在裡面 甚至利用最新的一個科技的方式呢 用虛擬的方式呢 跟做結合 然後呢 把這個主流的東西呢 帶到裡頭 那另外呢 農業處的向日廣場 還有美輪山的科博館的部分 美輪山的部分做整體的規劃 跟野菜學校呢 做整體的一個開發 希望那邊成為這個原住民野菜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種子的基地 保種的基地 甚至是一個觀光的聖地 那花蓮是大山大海 人文非常的豐富 但是如果沒有好好地做規劃的話呢 光是一體建設 並不足以撐起花蓮的觀光 因此呢 建議縣府朝這個方向去做 縣議員林元富 則是強調輔惠和諧的重要性 他認為有善的循環 才不會影響到花蓮這個大家庭的家運 輔惠和諧的關係啊 原婦比喻啊 像這個家庭啊 父母關係啊 婆媳關係啊 這個父母親啊 若不講話冷戰啊 這子女啊 這個看在眼裡啊 像加薪餅乾啊 就不是滋味啊 家裡啊 就不和諧不和樂 這家運啊 會影響到家運啊 那也會影響到親子關係 而政府推出振興五倍券 林元富認為可以結合QB 但QB的推行吸引力不足 所以要求觀光處加強改善 政府推五倍券 那我們看到很多商家推出了加碼的活動 那我們縣政府有推這個QB QB就是來到花蓮 你加入我們花蓮縣政府掃描 然後他會送你這50塊的QB 讓你可以電子消費券的意思一樣 可以讓你到店家去消費做摺底 那可是啊 元富啊 覺得這個 這個吸引力不夠啊 也希望這個五倍券 透過花蓮縣政府QB 透過他這個抽獎的活動 可以抽百萬名車的活動 那也讓這個消費券 一次再一次的消費循環 那創造這個經濟的活絡 議員謝國榮則是提出書面質詢 其中包含縣府回收22公頃 台開未售出土地 以及日出香蟹大道場地規劃 建請縣府提出想法超前部署 還有花蓮農民缺乏照顧也較為弱勢 請縣府沿理補助方案 以上問題 希望縣府相關局科室能夠書面回覆